我覺得如果是等我 你可能都不會等428天 沒有 我跟你交往7年 就在等你首肯那天嫁給我 所以等更久 歡迎收看 情人很...哇 好 今天呢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呢 是我們頭城 一個非常非常棒 我推薦非常多朋友來 目前為止 我覺得在海景 是No.1的一個營地 對 叫做微笑灣 這裡真的非常漂亮 在這邊呢 你可以在一個山丘的最頂端 然後看整個宜蘭 包括可以看到整個海岸線之外 也可以看到整個蘭陽平面 從頭城可以整個看到蘇澳 真的是太美的一個地方了 不過今天 我們要告訴大家一個 好消息跟一個壞消息 壞消息呢 就是從今天開始呢 我們情人Play What 將改成不定期上片 為什麼...為什麼... 仁鳳哥 因為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9月10月是演唱會 然後都在排練 然後又包括自己主持的節目 然後還有因為接下來 接下來我要製作一個節目 自己要當製作人 所以呢 時間上來說 比較少時間可以拍YT 可是我還是會盡量能夠拍 可是我們就沒有辦法 就是用定時上片 對 我們也不希望就是在YT的影片 只是一個單純的生活Vlog 我們覺得這樣子好像 又不是我們當初的初衷 當初衷希望就是一個 詳細記錄的 我們生活的一個內容 好消息就是呢 我...有新玩具囉 你... 你一直都有新玩具啊 沒有啊 這個才是真正的新玩具 然後... 等一下... 你說我有新玩具 我什麼新玩具 超多啊 什麼 就是... 空拍機啊 空拍機是因為炸雞了 掉到山谷裡面 我必須要買一個 那是身材工具啊 還有咧 沒有啊 你現在又不定期播 還不是身材工具啊 還是要拍啊 好還有 你有一個玩具 我覺得非常值得跟大家推進 其實我對於你的這樣東西呢 我並不是很了解 但是... 我知道你入手了這樣東西之後 所有我身邊的男性朋友 只要看到你這個玩具 就不停地... 露出那種流口水的表情 這還不錯 所以讓他們流口水的新玩具是... 這是一台Land Rover的Defender 好了 今天呢 是我人生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大日子 除了結婚之外 大概就今天最開心了 為什麼 要娶你第二個老婆 對 人生當中我買過很多台車 但這台車呢 我等了428天 每天都在算日子 我在去年的1月24號呢 我就已經訂了這台車 今天終於要領車了 我覺得如果是等我 你可能都不會等428天 沒有 我跟你交往7年 就在等你首肯那天嫁給我 所以等更久 太怪 除了老婆之外 等最久的就是這台車囉 跟我一起去領車囉 第一次開他的車門 哇 卡其綠的內裝 428天的等待 我要發動他囉 完全沒有聽到柴油車的那個 咔嚓咔嚓咔嚓的聲音 以後呢 他跟Tesla一樣是OTA 所有的軟體呢 直接更新 我變跑票叫在哪 Defender 貝貝 到底為什麼男生看到他都會流口水啊 因為對男生來說呢 就是大D跟大G 大G呢就是賓士的G Class 他是一個硬漢的 你也擁有過了 對曾經擁有過 對那大D呢Defender呢 他就是呢 Land Rover 印漢 英式印漢的象徵 一個是德國 一個是英國 我知道你對於你的這個新玩具啊 真的就是 花了非常多的心血跟心 欸我必須要講一下 我必須要講一下 我覺得我這個車子啊 有一個東西真的要推薦給大家 什麼 貼膜 喔貼膜 你記不記得以前你買來車子的時候 我買車子來都會先去鍍膜 都會去打一層什麼很貴的蠟 可是我後來發現 那個對我實際上來說 我就沒有太大的功用 真的喔 那現在呢這個貼膜 我這次是找了一家叫做藝術 做這個貼膜的這項改裝 我覺得真好 我要推薦給所有開越野車的朋友們 因為我就從此不怕刮傷 如果刮傷的話 只要把膜撕掉重貼就好了 不用撕掉 也不用撕掉 它太陽曬一曬 它上面的刮傷機都會修復了 現在科技進步到這樣 對 因為我是上 那為什麼我的車你不去幫我貼貼 因為你的車不會去到山裡面 不會去刮傷 所以只要打蠟就好了 我要推薦藝術他們這家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很棒的是 他們一開始在你車子進去的時候 它會先幫你整個車子 做一層的保養 它會先把你整個車子洗得非常乾淨 上面不能任何有一個髒髒的點點都沒有 所以它會把你車子全部都清過一遍 清得非常乾淨 然後接下來才開始做貼膜的動作 然後他們貼膜也貼得非常好 因為有的貼膜他們說貼完了之後 它就很容易會翹起來 那像我現在已經貼了將近三個月了 沒有翹起來的地方 它是一個非常龜毛 非常要求 對它的車照顧到比對愛妻的照顧 還多兩百倍好的人 所以就不能容許一點點瑕疵 因為我的愛妻是三百倍好 車子是兩百倍好 我真的覺得感受不到 但是我有感受到你對它濃烈的愛 我自從貼了之後每次只要回到家 我就洗車就好了 我沖完了之後呢 我有的時候懶我連擦乾都不擦乾 我就直接開出門了 就是男生如果非常愛惜自己的車子的話 其實都可以去貼膜 對而且它就自體修膚 我已經好多次每次去山上刮花了之後 然後回來我就真的試驗 讓它在太陽地下曬一曬 大概兩三天那個刮痕全部都不貼 那我有一個問題 那貼膜很貴嗎 貼膜的費用的話呢 看車子的大跟小物品 大概九萬到十萬塊不等 那我是貼最好的膜 對我建議大家還是貼好的膜 果然是 蛤 心愛的寶貝 不是不是 貼好的膜有一個好處 就是第一個它不會傷你的車漆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 你如果之後要換掉的時候呢 你把它撕起來 它也不會有黏膠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非常划算 因為你車子隨便去人家烤一烤 重新烤漆也是個價錢 而且你要在賣掉的時候 重新烤漆你的車子還會跌價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非常建議大家 就是有越野的朋友可以去TN 每個朋友來都跟我講說 你老公那台車 已經幫他化妝化全妝 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再加了 是嗎 那我應該可以算Demo卡 因為我連選配色都用了 就是大概它能選配的東西 我全部通通都選上了 所以它原本的車價是270萬 269萬 然後我已經加加加加到360萬 能選的東西我都把它選上 但是我覺得這個車子真的非常值得 因為你看像你自己在坐這個車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它是越野車啦 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是有的時候 就是遇到某些路況的時候 人家會說等等等等等等 來我先看一下 喔鏡頭切換超多的 每個角度上面下面 每個角度到處都看得到 然後有的時候 我們上次不是有去花蓮的沙灘開嗎 然後就是突然有大石頭 我就會很擔心 等等等等等等 它就按一按 然後車就嗯的升高 然後就很輕鬆的就過去這樣 那時候我又覺得這車還蠻帥的 對然後我上一次跟一個朋友 我們到台中的旺高寮 他拿丟著一年拿到車子 打算把這車賣掉 因為他覺得太大台 然後他都在都市裡面看 然後我帶他去台中 越野過了一次之後 他決定把這個車好好的留下來 連他老婆都對這個車讚不絕口 整個我們就去Off-road 那個路之邪之斗 然後支不平的 然後這個車就這樣 你油門主持要選定好了 啊就上去了 你就覺得說 我怎麼這麼厲害 不可能吧 這車子很厲害吧 因為他車子裡面電腦 都幫你這個模式都設定好了 所以基本上你就很輕鬆的可以克服 包括像我去海邊 一般的車子到海邊 你就很擔心叼車 然後你會有很多東西要準備 可是像我們開去海邊的時候 你在那個沙子裡面 你覺得說怎麼我可以在沙上面 這樣子 這樣子甩回來甩回去 這種在沙子上 可以甩回來甩回去 就會覺得很過癮是不是 欸真的 真的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你會覺得你在一個 不可能的地方開車 開經過那個海水 插過去 然後再經過河水 插就過去 然後再看到石頭 你又 砰 就過去 你不覺得很爽嗎 你不覺得他真的愛車勝於我嗎 他講到車那個燦爛的笑容 發光的眼神好不好 沒有我老婆也很棒 這麼平淡 這麼敷衍 好啦 所以你這個玩具 因為大家都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你今天會好好地來介紹一下 對對對 我今天呢 就帶著他讓大家呢 跟我們一起去海邊 然後跟著我一起去山上 然後跟著我一起去河邊 而且重點 就是用我的兩個新玩具 一個就是我的車 一個就是我新買的空拍機 Mavic的Mini 3 Pro OK 對 我們今天就帶大家一起去Hoff Roll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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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厲害 很厲害 是不是很厲害 哈哈哈哈 在錄的同時你都沒看到對不對 我有感受過了啊 哈哈 我跟你講做電視的就是這樣子 你們這樣子回來的時候 哇好棒喔 其實你根本沒有看到啊 真的假的 現在這個車大概要等到2024年 才能夠交車 現在如果你現在去訂的話 大概都要一年多以上的時間 對 那如果大家需要的話呢 可以來找我買 不不不 我也不會賣 捨不得賣 捨不得賣 我必須老實講 我從以前到現在 擁有過非常多台不一樣的車子 有考車的 有轎車的 有越野車的 有修旅車的 這台車子是讓我覺得 我會想要擁有它一輩子 現在講這話太早了 講太早了 目前的人說到目前 因為它又帥氣 它又可以讓你去越野 到任何很多很泥泞的地方 它都可以克服 然後又可以讓你在路上的時候 感覺到它好像 Family Car的那個平穩 然後又可以載七個人 然後又可以倒下來變車床 又可以有車鞭帳 它所有的功能通通都有啦 對啊 而且它到現在已經開三個月了 它就常常動作說 我車怎麼那麼帥 開開說 我車怎麼那麼帥 而且它愛其它的車 愛到Oreal上我的車 就是隨時隨地都可以上 然後呢 我們那天要去西邊玩水 他說老婆你開一台車 我說幹嘛 他說Oreal做你的車 就是他Oreal濕了之後 是上我的車 不能上他的車 而且Oreal也不能上他的皮椅 反正他非常非常的愛心 但我想很多人都懂你為什麼那麼愛 他可以到後座 後座我幫他做一個防水墊 嗯 對 但是我有一個疑問是 他是沒有冷氣還是沒有暖氣的 喔 因為他跟我們之前露營車 是你停車下來之後 他還可以有駐車的暖氣 喔 對 那這個的話呢 他是沒有 他只要熄火之後 他就是沒有 沒有冷氣了 所以你就要開窗 你就要開窗 或者是你要另外加裝些營地的電 或者自己帶發電機在野外的時候 去加裝這個冷氣 或者是暖氣的部分 還帶發電機耶 那畫面 我就想像一個很MAN的男生 很帥 然後穿著吊嘎 然後露出他的抹上 那種發電機 你是不是現在在 沒有 想像我那個畫面 我看 你壞壞 我想像 你壞壞 會不會跟你去 你是不是在許願啊 好 沒問題 咦 我馬上滿足妳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所以今天大家看完妳的IG之後啊 應該很能夠就是感受到妳的喜悅 跟喜愛的程度 我覺得就是跟大家分享啦 就讓大家知道 然後接下來 這台我的新玩具 我的IG呢 將會帶著我們在 接下來的日子裡面呢 陪著我們上山下海 然後我帶妳去很多很棒 以前我們露營車 可能都到不了更野 更棒 更祕境的地方 哎唷 好不好 不過我們還是要跟大家講 我們接下來 因為九月十月份 真的太忙了 比較忙一點 所以我們就 先在這邊直接告訴大家 公佈我們就將不定時的上片 當然還是要訂閱我們 追蹤我們喔 因為我們還是會持續的 幫大家挖掘很多 情人的玩法 來分享給大家 對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情人 Pay Wow spawn 我們在調節中心的 在這裡 我們要不要 會不會 perse夕 我們要不要 快唉唷 我們要不要